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要注意 注意台风的消息 今天的消息是明天双北都已经达到放假的标准 所以你真的要很张 那当然要不要放要看今天晚上双北 或者北北这边的首长他们宣布 各位是就觉得怎么就突然来了 各位朋友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共伴效应 你最近听了很多名词 共伴效应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秋天 各位昨天是双将对不对 那种秋天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是吹的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跟台湾搅在一块 这个叫共伴 就好像在跳舞 两个一起在跳舞这样 那还有一个台湾要来了 这台湾马上就到 它未必会直接进入台湾 可是它的外围环流 它叫做康纳 我们称作康纳 康纳 康纳跟这个台湾如果又搅在一块 因为非常机会很大 现在我刚看了气象图 它机会很大 如果两个台湾搅在一块 就叫做藤岩效应 到时候风飞一直在转 那转的风力量最大 各位看美国让龙减龙 整个房子都捡起来了 所以今天的秋天不平静 你看不平静在哪里 柯文哲被压了 那现在下来一定是 把柯文哲把它做 研压的动作 各位下来看 台南陈启毅受压 法院说不准 那其实在台南 司法本来就很怪怪的 常常一堆人在包屁 包屁人很奇怪 譬如说八十八枪 大家都知道吧 八十八枪 那位大哥啊 他 他被 他被 通緝耶 他原来被通緝喔 又为什么 因为他把人家的手掌都砍乱丢掉 这次重伤害被判九年 九年他也 通緝 他应该上处 传他传不到 他在台南照样爬爬爬 跟朋友吃饭 我们检察官跟法官 跟警察 没有人说去把他抓起来 没有 后来 后来他 他越来越大了 他去开了八十八枪 他是在被通缉 情况下 一审判九年 通缉情况下 在地方照样吃喝玩乐 公开场所照样那个 没有人去抓他 那 的情况下才去开八十八枪啊 八十八枪是另外一个案子 所以在台南喔 检察官 警察 后法官 他们那个生态是非常特殊的 各位朋友 非常特殊啊 特殊到已经无以复加了 各位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啊 好 那陈其毅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检察官 要求 深压陈其毅 昨天一大早大家看到 哇 深压陈其毅 陈其毅 以前高雄副市长 台延董市长 当过立委 哇 这个很大咖吧 民进党 他已经退党了 他为什么退党 因为那时候他们打杨宽人 杨宽人跟林静怡在选 补选的那席台中逸选区的立委的时候 他们一直打杨宽人 怎样怎样 后来国民党就打 你们陈其毅 陈其毅的豪宅更豪宅 盖在 盖在那个 森林里面 哇 周遭还有好几个都是民进党的金主 大咖 大家 不是比零而鸡哦 因为房子很大很漂亮 在树林里面 都隔一 隔几间 然后中间再是他们的 他们 哇 这个住起来真是清幽啊 简直每天都在做森林里 都在西分多金啊 这么好的地方 陈其毅是被人家捡起说 你这个 占用国有地 你们怎么骂杨宽人占用国有地 陈其毅当下 说我 他没有说我自己猜 他说我退党 我退民进党 你们因为民进党打杨宽人 你们国民党就打我民进党的陈其毅 我退党 结果果然就没事了 没有党的 那你打他就没有力 他说我不是民进党啊 民进党 他跟本党无关 他已经退党了 各位朋友 陈其毅是这样退党的 他早年啊 在高雄当县议员啊 是宜家班的 宜家班大家就宜正宪了 那他阿公就是小董在节目上讲很多次的 宜登花 三代都当县长 宜登花当完以后 你看 他儿子宜瑞妍 人家叫他剃土 也 喜欢打棒球 那 他 有时候 有时候是很 很可爱的啦 那但是他比较憨厚 反应就很慢了 他的太太余晨月英 他跟我是朋友啊 他到台北有时候会找我 小董你不来 我抓这个 他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我抓我们红爹啊 后来宜登月英卸任以后 他号称 南台湾的麻爪婆 他创办了一个 一个学校啊 叫高雁商工 这个学校专门出棒球明星啊 那 现在这个 高雁高工的董事长 现在是宜正宪 就是他的儿子 就是宜家班的第三任啊 县长 妈妈当完八年县长 换儿子再当八年县长 你就可以看高雄是什么 宜家班了 民进党 每天骂人家家族政治 骂什么 没有一个家族像宜家班 这么完整啊 对不对 三代都可以当县长 台湾你有哪一个家族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最多两代嘛 吴伯雄家族当三代 可是他儿子行求连任 就输了 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 不完全啊 对不对 吴伯雄他爸爸 还有他 吴伯雄当过桃园县长 很多人不知道 他当过一届 他儿子吴志杨 也当过一届 可是儿子要行求连任 漏险啊 被郑文燦打败 各位 所以他就感觉不完全 可是宜家班是不一样的 宜家班全力栽培陈其毅 结果陈其毅不成才啊 讲不成才是实力不够啦 被新潮流的杨秋星在党内出现打败 所以宜政县当完以后 就杨秋新又当八年 大家知道吧 杨秋新当完八年以后 那时候就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县市合并啊 高雄县跟高雄市合并 所以杨秋新跟高雄市长陈其争取 大高雄合并后的高雄的首任 首任直辖市长 他们两个争取就党内出现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对不对 两个人打得非常激烈 因为两个都是新潮流啊 这不是邱吉党官司啊 邱是杨秋新 吉是陈吉嘛 不是啊 就打得非常激烈 后来陈吉出现了 可以看到杨秋新还是出来选 国民党派黄兆顺 就是国民党选输啊 选第三名啊 各位 国民党选第三名很老笑 为什么 因为你碰到原来的高雄市长 还有原来的高雄县长 然后你国民党是派一个立委 实力就选输他们了 那时候的情况 各位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我讲这个 我要讲陈吉毅他的 为什么陈吉毅 在检察官申请压压不了了 因为检察官办得 那个怪怪的 你知道检察官在办哪 你说他把他起诉了 其实检察官把他起诉 是知道他不会被缩压的 检察官 哦不 检察官把他伸压是知道他不会被缩压的 但是 有时候你看很多东西哦 这些搞法律的人非常聪明 像小董都考不上啊 我会对法律了解是因为我常被告啊 我是考不上 我一心想当检察官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只能干记者 但是各位朋友大家看 他们有时候说 我把他抓起来问了 我侦办他的案子 我把他伸压 其实我知道他被伸压不了的 各位你知道有些法律就很奇怪啊 那这样他就对他讲 我有把他伸压 只是法官没有裁准啊 那检察官那么笨吗 不是 他们有时候故意装笨啊 我常常在节目上讲检察官的事情 他们对我咬咬牙切齿 我也知道 我也不太在乎 但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假动作啊 这个就是假动作 陈其一当台研董事长 台研利仁的董事长 两家公司 一家是转投资嘛 那台人 台研的利仁专门做 配合民进党政府 民进党政府要缓和 其实是为了捞钱 所以假装缓和嘛 那和人占台湾的电力20% 你把它弄掉了 就要拿20%的利仁来补 对不对 那利仁是世界潮流嘛 所以就讲得很好听啊 哎呀为地球做贡献 或怎么样啊 对不对 民进党本来就是个肮脏 臭下流的畜生党嘛 那你其他80是烧什么 烧火力化电 全世界没有这样的 20利仁 20利仁你现在十都做不到啊 蔡英文做了八年年十都做不到 然后告诉我们2025年 各位 2025年还剩多久呢 还剩十四个月 你加上马行九 马行九做了百分之四点多啊 蔡英文加马行九加起来不到十啊 两个人做这么久不到十 然后赖清德到明年年底十四个月以后 要做达到百分之二十 各位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啊 对不对 不用想也知道 我过去再讲柯文哲 柯文哲最喜欢讲 给我八年我盖五万户 到七年我就问他 我请游淑会议员问他 柯文哲说我们做了一万八千户 里面还一堆是郝隆斌时代已经盖得快好了 你做不到啊 但是他们脸皮厚啊 为什么八年还没到啊 结果八年到的确做不到啊 对不对 过去蔡英文被我骂垃圾总统 2017年拉着要寻求连任的林又昌的手 因为你要想基隆市长连任 蔡英文说过去三十年狗兵党都什么都没做 基隆什么都没有做我花八十亿 我在2022年我要从基隆盖轻轨到廊港 结果我说你在唬烂啊 我2011年我就开始跟他那个 我唬烂 因为前面我就知道他做不到 可是时间还没到啊 2022年时间还没到啊 哇他们就真正有值讲东讲西 后来被我一直骂 我说你来一惨了 土豆没有惨 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然后民进党立委就开始出来讲 我们现在已经改成捷印了 我们改成捷印了 更高档的 各位现在2024年 两年又过去了 捷印的有一残土吗 没有 捷印的起站在哪里 讲不出口 基隆的捷印站 要从哪里开始 作站嘛 你怎么有个站嘛 不然乘客怎么进去啊 在哪里 讲不出口啊 中站在南港 啊起站在哪里 讲不出口 是不是 是不是在巴图 不敢讲啊 那基隆人 要从基隆 先搭车 骑摩托车 叫计程车 搭客印 搭公车 到巴图 去坐 然后才能来台北上班 来做到南港 南港再换车再上班 那不是A 上班时间不是AA9 各位 你在胡搞吧 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骗子 民进党是最大的骗子 骗子头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 我讲这个大家不相信你去检验嘛 我一路跟他讲不可能怎么样 柯文哲讲2014年第一次选市长 对手连胜文说我要 给我4年1任我盖2万户 给我8年我盖5万户 我说不可能怎么可能 小董是老台北啊 这30年来前台湾所有跑台北市的记者 没有一个人比我还熟悉 我是第一名 我不是炒端啊 你可以去问你亲戚朋友 知道台北市新闻界的行情 我是第一名 有很多人啊 写台北做寿司论文 大概有30个以上 跑来找我 我不用看任何资料 给我做 等于说 他们要做寿司论文的专访 问我任何东西 对答如理 他们每个都很刺激 一个 吃后到胜婆 一个又去通知他同学说 我们要写相关的你问他 这个他最熟悉 不管是议会的 是交易的 台北市的交易 環保的 台北市的政治生态 随便问都可以 交通就不用讲了 我就信口讲 但我不开合啊 你可以去Google雅虎说行 所以这些都在腐烂了 柯文哲说他盖8万户 我说你在腐烂 我马上被他们那些人围剿 那些肮脏的人围剿 因为他们可以从柯文哲 跟民进党身上 获得好处 他们围剿 然后现在柯文哲失事了 过去在柯文哲旁边 吃香喝辣 那些人又露出那种嘴脸出来 哎呀柯文哲都乱都怎么样 我听到 你们当初在他旁边 撈了多少好处啊 对不对 然后现在看民进党 民进党想攻打柯文哲 就开始 又站到民进党那边去 拿民进党的好处来供科文哲 我不干这种事情了 各位你看很多人便捷 是不是转来转去啊 都要在 其实最主要就是有利益有好处 小董不讲这个了 我老实讲我不讲这个 我知道 但是我不 我不会去动 不会去哪 大家都很清楚 要不然我早就被搞死了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各位喔 他最主要的 现在我们讲陈其毅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检察官 办错方向啊 不曉得是真或假啊 我觉得怪怪的就在这里 陈其毅当这两家公司董事长 台延 台延立仁董事长 他们要做立仁啊 他决定他找了四家公司 这四家公司才是最被应该调查的对象 他们都是民进党的金主啊 那这家公司 这四家公司 他们尤其 开了其他的公司 专门来做 他们跟台延合作的标案 各位懂了吧 那他们找了这家民谷 这四家民谷的老板 变成台延立仁的董事 我们政府投资的东西 怎么老百姓可以来当董事啊 所以 就被他找了这个民谷进来 民谷进来 我们就给这家包 那这家是谁 这家是我 这个民谷董事 又开了一家公司 各位 你懂了吧 所以他就在掏空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有兴趣啊 哇 那陈其毅怎么没有被他 因为他们查了重点放在陈其毅 那我告诉你 台延的立仁找了谁呢 洪辉国际 陈阳光电 龙亭 水泥 还有 陈峰工程 四家都是做不一样的东西啊 各位朋友 大家峰工 大家有钱哪 这四家是民进党金主 而且是比较亲 蔡英文的 蔡系的金主啊 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鹰派的金主啊 可以看到了 所以民进党搞这立仁就是要捞 大家捞啊 你今天看到的情况就一样 包括柯文哲这个案子 我现在越看越多怪怪的 检察官好像办得 哇 每天放一些消息 然后我说 你这个检察官是笨蛋啊 你江振宁你会不会办案啊 你当什么主任检察官 小总是讲得很难听啊 我说你来听我节目 就知道怎么办啊 他们现在弄 弄到最后 江振宁说 金华城那个 我要把他冻嘴 他不瓦厚一 一百一十一一 夭夭夭 哇 怎么可以那样的 我把他的土地 星光 他们那星光 等那个 我把他冻嘴 结果昨天被法院打回票啊 哇 检察官失败了 各位朋友 检察官失败了 你有说欸 台南 检察官失败了 被法官把陈其毅放走了 台北检察官 要求冻嘴定业 也被法官否决了 哎呀 检察官失败了 我告诉各位啊 检察官 后期是故意失败的 但是我有做这个动作 你知道吗 我有做这个动作 我有 我有把他申请冻结啊 我有申请存起一击啊 只是法官不买账啊 是不是 外面很老干 你就不觉得有鬼啊 各位 我们台湾办案 检察官聪明结顶 这 那你今天看到了 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你的案子 大家讲 第一个柯文哲会被延压 因为应小微 沈清清已经被申请延压了 下来就放柯文哲啊 柯文哲的延压 什么时候要申请 最最晚就是月底 因为他是 9月5号被收押嘛 各位想想看 9月5号被收押 两个月 那你前五天要提出申请 这是他们的规定啊 所以压不压 下来就会有故事啊 那这几天呢 柯文哲的案子 大家都在急使要不要回来 急使要不要回来 那天检察官我把他骂一顿 都快两个月 你现在都 才把他列为被告 你应该早早把他列为证人 请他回来 发传票给他 你说他在日本接不到啊 你发弃他的户籍所在地 难道一个人不在台湾 我们检察官就永远 不会去约谈他吗 你把 你把 急使 席子一列为被告 然后发个传票给他 到他的户籍所在地 对不对 那譬如说今天24号 我发个传票给你 11月1号 请你 到地点署来做证人 7天啊 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都回得来 对不对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都回得来 户籍所在地人拿到 说这个人出国没关系 你自己打电话通知他 叫他回来 我们检察官要 他如果不回来 列为被告 通计 我告诉你通计他 为什么检察官不做这些事情 因为检察官弄一个伏笔在哪里 有个叫徐子一的人 跟柯文哲非常骂己 真正的地下 专门在帮他做账的 现在呢 所以柯文哲我们办不完 我们要就升押 法官就会问检察官说 你为什么升押 因为外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患 一直没有回来 他们第一次骗 骗法官是怎样 说有个叫少秀沛 在市政府那个人 潜逃 我们抓不到 少秀沛已经回台湾了 他是我们 都发籍的总工程师 他说我已经回来了 怎么 从来没有人来 约堂够我 因为检察官要骗法官 法官信以为人就写在法官的裁决书上 就是说 为什么要压他呢 因为他有个共患叫少秀沛 在外面不肯回来 少秀沛 我出国旅游 我已经回来了 从来没有人来约堂过我 我每天在台北市政府上班 没有人来约堂过我 怎么说我潜逃呢 那检察官要骗人啊 法官不查 法官都会说 这个真的要压 外面还有共患啊 不然他们会串症喔 会昧症喔 有道理 那现在 终于把席子仪拿出来 把席子拿出来 准备要去call柯文哲 懂不懂 可是他又给柯文哲一些好处 希望柯文哲 老实讲 柯文哲非常聪明 157他非常聪明 你在套我 他让柯文哲获得什么好处 你可以去探视你爸爸 别人是不行的 这是违反的 我老实讲 别人是不行的 只有柯文哲可以说 因为我爸生病 我要去看 那全台湾的人都不查 人家父亲重病 本来就应该给他看 哪有这回事 父亲重病 吴淑珍那时候也重病 不能出庭啊 那是民国95年啊 所以他只要一出庭 就会死啊 现在几年了 现在113年了 吴淑珍呢 好好的啊 不要骗我 我记得喝水 好 谢谢 我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我今天会上TUPS的国民大会 晚上六点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从柯小姐开始 柯小姐 非常感谢 菲律宾的柯小姐 就是铁人啊 非常感谢 所以 他都是 常常都是第一个躲内活 然后杨峰也来了 他说 方娘党的信徒啊 一早啊 又开始 出征林志廟 林志廟 因为昨天 宜蘭 宜蘭的检察官就是 过去 过去 去起诉忙很久 然后升官升主任检察官 他现在就办林志廟的案子 他昨天当庭在法庭上 说要跟林志廟求刑二十年 哇 前场 包括法官喔 前场律师法官 所有人 大家都 蛤 有这么严重吗 所以林志廟贪污要二十年啊 各位 各位你知道郑文燦 郑文燦贪污 检察官求刑 也不过 十二还十四年啊 大家看 二十年 最好把林志廟关到死 检察官 不要再表演了 宜蘭的检察官 因为当初 靠着马航九升官 身为主任检察官 现在又逮到林志廟 如果把林志廟办了 他就马上检察长 就是 我们现在的检察官 就是这种方式在办案的 只要奉承民进党的旨意 你知道什么时候先判吗 林志廟的案子 十二月三十一号先判 如果先判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 蛤 不用改写啊 各位你知道啊 林志廟的任期还有多少 各位朋友 后年的十二月二十五 三十一号先判 林志廟有罪 就跟高庵安一样 停职 懂不懂 就停职啊 停职以后 二审再继续有罪的话 就民进党派人来 他不必改选喔 他选不赢你 如果林志廟是十二月二十五号之前 被判有罪 你改选 你打不赢国民党啊 林志廟派他女儿派他谁出来选 选赢你啊 所以我就把它延后 各位懂得这个其中的奥妙了吧 民进党就是一个垃圾党 马勒歌姬从越南来支持我们 谢谢还有丙隆 送丙隆 各位好朋友 非常感谢 那我刚才讲 你看这检察官厉害吧 所以他们 不管是起诉或者冻结或什么样 有时候的一些动作 他不一定是真的 那不一定是真的 那要怎么解释呢 他们也放一些甜头给柯文哲 所以柯爸爸骑脚要摔倒 后来发现有癌症 那已经很严重了 那怎么办 儿子受压怎么办 那柯妈妈 老类众人 哎呀这老的 这样啊 儿子又放了去关 那怎么办 老的快死了 小的柯文哲又关在建议 大家很同情啊 检察官也很同情 装作很同情啊 好吧 柯文哲 你本来被 申请 收押禁件 收押禁件的意思是怎么样 你跟外界不能有任何 任何 勾竄 就我怕你 妹证 我怕你 去串政 串政 妹证 然后也怕你逃亡 那 当然你不会逃亡啊 因为柯文哲旁边 一定有两个划点看牢了 他要上手铐嘛 对不对 所以你跑也跑不掉 好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看哦 因为他在台大医院嘛 台大医院的老同事 跟蔡壁如讲 有啊柯文哲其实18号就去看了 然后我们医院有把 他的病情啊 诊断书这东西给柯文哲看了 柯文哲也是医师嘛 看自己爸爸的病 哦 对不对 这血压多少 哦 这个对不对 呼吸心跳多少 哦 那血液的指数是多少 那个癌细胞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就他内行嘛 看一看 蔡壁如 因为有人讲有期够了 那期够记者跟蔡壁如比较熟 他们就问蔡壁如 蔡壁如就讲说有这种回事啊 蔡壁如的消息不是从民众党来的 是台大的老同事跟他讲 他副理长嘛 对不对 好那 讲了以后 他跟媒体讲 哇 柯文哲的妹妹 柯美男 你给我闭嘴 去呛 在他脸书呛蔡壁如 你给我闭嘴 你没有资格谈论我爸爸的病情 啊 为什么 柯文哲探视他爸爸本来就是特权啊 别人是没有的 别人是没有的 为什么要给柯文哲特权 你就赶快讲吧 检察官现在有点瓶颈 他有查到金流 可是金流太少 而且金流很含糊啊 金流如果是见到民众党 算不算柯文哲的账 当然不算 在法律上不算啊 为什么检察官去申请要把顶业 啊 跟 星光金的这个资产要冻结 法官会不准 法官只有一句话 顶业跟金华城是两家公司 大家都知道老板同样是沈清晶 沈清晶的金华集团啊 里面有一家公司叫顶业啊 有一家公司叫中华工程啊 有一家公司叫中国石油化学公司啊 各位他总共有八九家的 所以法官只答副理一句 你要把顶业这个冻结 因为顶业是盖金华城的营造商 各位懂了吧 金华城老板是沈清晶 顶业董事长朱雅虎 老板也是沈清晶 可是他是不同公司 所以法官说 你在讲的是不同两家公司啊 你现在说金华城有弊案 你去 你为什么去动结顶业 各位懂了吧 这个叫分割啊 分割以后 你说检察官自己懂不懂 我觉得检察官也懂 但他做出一个动作 这动作出来了 然后台北市议会 不分党派所有的议员要求 蒋万安 必须让金华城马上停工 停不了啊 因为停工也是违法 你知道停工 你凭什么叫他停工 你们这些人上电视 到每一个绿色电视台 在那边讲东讲西 下面都会有一行字啊 没有三审丁宴 都不算啊 无罪 对不对 都是无罪啊 三审丁宴之前都是无罪 校院不是会打这一行字吗 你们自己也知道啊 那检察官在办案 把你这个人起诉了以后 现在当然还没起诉 起诉也不算 对不对 起诉也不算啊 要法官判决才有算嘛 三审丁宴才有算 这是法律的一个程序 检察官会栽赃你 检察官会 弄错了都会有啊 我们检察官并不是程度很低耶 我们检察官是非常政治而已啊 每个检察官知道我要搞政治的话 我升官最快啊 现在的法务部长叫谁 叫郑明天啊 他就是检察官出身啊 上一任的法务部长叫什么 叫蔡清祥 他就是检察官出身啊 调查局的局长 既然不是调查局出身的 是检察官出身的 行政执行署的署长 既然是检察官出身的 廉政署的署长 副署长既然也是检察官出身 我们所有东西都给检察官包了 为什么 因为检察官最政治最聪明 然后社会上认为说他潜力最大 没有错 我告诉你 检察官的潜力比总统还大 台湾有一千多个检察官 你知道吗 检察官的潜力比总统还大 总统我每天骂他肮脏 垃圾败类 总统就是这么回事啊 你做了那些事情 你们再捞钱 我就每天痛批你啊 检察官我骂他们 我可要拿出证据啊 对不对 我可要拿出证据 很多检察官对我非常不爽 我也很清楚啊 我每天骂他们果检察官 果官 是不是 各位大家想想看他们聪明的很 聪明到怎么样 聪明我这个丢出去 我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我 我要升押 法官不会准 早在我意料之中 各位懂不懂 所以陈其毅这个案子 办得离离了 要办假了 我昨天就骂他 一年多了你现在才办 结果他们办假了 他们应该去办这四个名鼓 这四个名鼓抓起来 问 你们怎么勾结 他现在没有 这四个名鼓很多名字 都互相 然后里面又给谁包 又给谁包 有的名字都很熟悉 对不对 谷朝辉 谷朝辉就是被王鸿辉 检举说他们开了什么 他们在新竹 开了也是这种人员公司 开在哪里 他的公司跟民进党 新竹党部是同一个柱子 每一家的第一个字都是天 天天开心啊 好天啊 所以只要天之辈的 一送上帝马上准了 开了九家 所以叫做九天闲邻 各位九家公司 公司资本额 十万 十五万 五万 标道的工程 十几亿 各位我讲的不是信口开合 你可以去上网看 谷朝辉啊 然后 他们 非常清楚 民进党 要把何人干掉 然后嘴巴说要弄利人 其实他就是一个 大家一起来抢钱 来捞钱 弄成这样啊 他的用意就是为了捞钱啊 民进党没有其他的方式 他都讲得很漂亮 这些人来做什么什么 所以你已经到了荒当 荒腔走板了 台南的光电哦 你知道台南 台南在台湾二十二个县市 它土地面积也不是最大 它占有的光电 它占我们整个台湾岛的多少 占百分之二十点六六八 它占了超过五分之一 各位懂了吧 然后呢 它在整个台湾市 有多少的土地在做光电呢 就上面搭了太阳能板呢 两千一百四十七点二五公顷啊 不得了啊 各位你看看 太厉害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上次谈论台南 台南那个小二甲 就是台南那个光电弊案啊 那个弊案啊 它才八十一公顷啊 我刚讲是两千一百四十七公顷 光 这个丽阳这家公司 它才八十一公顷喔 它的不法获益是多少 你知道吗 不法获益啊 很多人说不法的获益是多少 这个要根据检察官去推算嘛 它的不法的获益是九十一亿 各位 我昨天在电视上节目上讲 我说哦 那个卢渣的案子啊 不法的利益有多少 依照检察官起诉嘛 二十一亿五千亿 我说人啊 二十一亿五千亿 卢渣案 我告诉你 只有八十一公顷的 丽阳光电 它的不法利 依照检察官讲多少 九十一亿 九十九十一喔 八十九九十九十一喔 因为一跟一喔 我怕你们听不懂啊 没有听清楚 因为小董国义也不标准嘛 所以我告诉你是九十一亿 二千六百零一万 八千七百六十三年 各位 我连小数点都有了 各位看到了吧 这是检察官的数字啊 那 它也不过只有八十一公顷啊 台南有两千一百四十七公顷 有多少好处 各位想想 那个已经不是用捞不捞而已啊 那种钱就是金山银山滚滚而来 你怎么抓都抓不住 你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 要担心自己不要被钱给压死了 太重了太多了 那大家来看看 台湾最未进校的民主进步党 就是这个 垃圾了 对不对 正式党啊 是不是 大家来看 小董 我讲新闻 我都欢迎大家去查 为什么他们敢这样 因为他整个掌控 他连司法都掌控 司法大家就在玩啊 陈启毅这个案子是谁检局的 我今天有碰到那个 陈婉惠 前民进党理由 他是宜蘭了 他说这个案子办错了吗 我说对啊 我看就知道了 昨天就生压 我还在静观其变啊 我说他关键在那些民股嘛 那些民股都是 都是他们民进党的金主 然后他找一个公营的 公营的再把民股引进来 民股在那边 就打着公营的旗号在外面 为所欲为 然后民股再去下游开几家公司 专门承包自己的 那给钱的是台 台员 赚钱的是这个人 赚来赚去 为什么他可以赚钱 因为他可以进入公司里面 当董事主导啊 各位朋友 这么明显的东西 检察官搞了一年多 然后是不是故意 把他办错 然后假装要生压 知道他生压不成 这种案子太可笑了 谢谢 我们是人喝水 我们刚念到宋炳隆 是 谢谢炳隆 炳隆给我们支持 非常感谢 他每天都会来 然后吴昭怡 昭怡也是每天都会来 他从新竹 谢谢 然后三字幕 非常感谢 然后 是 谢谢林玲 给我一个百分之百 谢谢林玲 还有靖刚 朱镜刚 他给我一张酷的图 谢谢 感谢张梅华 梅华说董哥要喝水 支持董哥当法务部长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 我当法务部长 就当一天 我就把他死刑万通 枪毙了 再收了 对不对 不过现在大法官解释了 你要枪毙他就说 你要PC材料 因为他们在申请上诉 现在的 难度就很高了 我以前 那个常 那个常见 我就可以全部把他干掉 所以没有人找我 我根本很久讲 我干一天法务部长就好 你那 死刑那个就不必再讨论 还怎么申请大好 跟他会议解释 通通被小董枪毙了 37个我就把他枪毙了 哪一个典议长不 不做的话 典议长把他调到小军门去当 对不对 义族 我老实讲 你这种重大抗命 应该把你车子查办 各位 但是我相信所有典议长都会同意 因为我去过很多监狱去参访过去什么 典议长都 很多事很有血性的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做 我们长官怎么样 长官 你们哪有什么长官啊 都是一群果官 好 谢谢董之胜 谢谢董之胜 非常感谢 真的是 民进党就是大撈特撈 没有明天的撈法 明天 你现在全力在手 过其集会 一其集会 你知道吧 所以现在全力在手就拼拼拼 谢谢 王孔辉 谢谢 他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感谢 林子怡 谢谢子怡 这是董哥的正义 听董哥真心话才有点毅力 对抗政治病毒 谢谢 真的 你要看这种垃圾下山烂不要脸的畜生党 为所欲为 其实 就是为了捞钱 谢谢吉米丽 吉米丽 谢谢 台湾 多一个政党 会卖台 没有错 台湾 都好捞啊 那准备回来咯 欢迎小董真心话 那小董真心话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的武器是什么 我的武器 我就是以子之毛公子之盾啊 好小董你刚讲 柯文哲是特权 他可以看他爸爸 其他人不行吗 我说当然不行啊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 以子之毛公子之盾啊 你知道 太阳花时代有个九头生美女的语言啊 嘉一世的语言叫 大家知道吧 叫戴玲啊 姓戴 玲是古玲头的玲 大家都说他九头生美女多漂亮 哇支持太阳花 哇多少青年七字落物啊 带领诈领助理会被收押 他 他这个人有传奇性啊 可能长得漂亮也是一个原因 我也不知道 我没见过他本人啊 那 反正大家讲他九头生美女嘛 他又支持太阳花 年轻人当然很开心啊 太阳花有女王 有九头生美女 又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女人 就出来 有人当场在现场就把上衣就脱了 有人啊 哇 那年轻的学生 哇好高兴 哇 太阳花其实 他所有东西都是用性跟暴力 还有谎言 把它堆积出来了 那你今天来看都知道 这些太阳花这些人像怎么样 贩毒了贩毒了 卖淫的卖淫啊 对不对 大家看了一头拉骨啊 那个柳林伟医师啊 姓骚老 被抓去坐牢了 他每天挺柯文哲挺到不遗疑 对不对 柳林伟 柳树的柳 双木林伟是协议旁 这个伟小宝的伟 各位 可以去上网 他们那时候弄一个东西叫卧槽啊 连那个钱都污走了 这一任的执行长污完 会下一任又污 通通被起诉 被抓到 很好笑各位 我告诉你 司法也是对这些人开脱啦 但是 各位可以自己慢慢去看 我讲带淫啊 带淫 助理会很平常 昨天基隆有个民进党议员 也是助理会被收押了 助理会被A走 对议员来讲好像很平常 带淫也被抓了 说他A助理会 把他收押你知道吗 有人被收押 有人被收押 不被收押 他的关键在哪里 在于你的配合程度 带淫说我没有 讲话说你没有收押 一直压一压 到法官那边 法官也一直把他压 他压到 四个月起板 法官又把他继续压 然后把他求刑 不少九年还是十年 非常重 别人都没那么重 只有他最重 就说因为你不配合 你是不是比较骄傲 自己觉得长得比较美 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但是法官跟检察官是 都对他很严苛喔 他爸爸生病了 他爸爸当了六届议员 加一四当了六届议员 我们知道一个议员是多久 四年啊 六四二十四 爸爸当了六届 在让你而选啊 带零现在是三届啊 护你当了九届啊 各位朋友 他们当了快四十年了 因为中间有一届 我印象中是五年了 为了延长跟直辖市一起选 以前北高是单独选的啊 台北高雄是单独选市长议员的啊 后来全部把它冰在一块 为了等台北跟高雄 所有地方议会 大家都增加他的年份啊 我讲 就变成四年就是 再给你年一年五年 为了配合嘛 不然你年份搭不到 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钱啊 一起选 那我讲带零的情况啊 他爸爸 他爸爸叫带建三啊 建国的建 一二三的三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啊 带建三生重病啊 他们不告诉带零 那不告诉带零 他也没有什么特钱 像柯文哲可以去看他爸爸生重病 后来带建三死了 带零也不知道 三天以后才告诉他 然后让他去奔商啊 重病的爸爸都快死了 这是真的后来 两三天以后就死了啊 对不对 是真的死了啊 结果呢 他有特钱吗 没有 他是五党籍啊 各位朋友 这种五党籍 当然是非常亲力 亲民进党 然后才会去挺太阳花嘛 可是 你就是五党籍啊 各位 嘉一世 民进党 民进党原来那个党部的主委啊 我也认识 他过世了 现在他女儿在当啊 他爸爸 你知道一言有言就是 他爸爸 现在这个一言有言就是 民进党的党部主委 他有个女性朋友啊 他就把研究室给他女性朋友住 就住在里面 然后车位给他用 把嘉一世一会当家里啊 那一言的研究室他怎么用 谁也没办法讲啊 他可以说这是我助理啊 帮我看完 然后 勾碗瓢盆什么的 就住在里面啊 各位呢 住了 大概二十年啊 大概二十年你知道吗 那你怎么办 又停车位又怎么样 各位朋友可以去上网这个传奇啊 这是民进党的 嘉一世议员 他也是党部的主委啊 民进党也提名过他选嘉一世长 可是被张伯雅家族的那个打败了 我告诉你啊 现在他女儿也在当 啊 议员他女儿也要出来选啊 啊 选什么 选嘉一世长啊 所以嘉一世长 后年喔 党内出选会很激烈 但我判断王敏慧会出现啊 我在节目上 从 王敏慧 连任 嘉一世长 国民党王敏慧连任嘉一世长 我都四年后当选的就是 王敏慧 王敏慧现在是立委啊 嘉一民进党的立委 好 那我大胆的讲啊 各位到时候再来验证我 那我讲喔 其实在台湾 有时候你在讲政治 像小董讲起来当然 我是几重肉侵 因为我比较熟悉嘛 一般人来讲 讲姓名 讲什么联混 什么多少钱 他就朗朗就上手 他讲说你怎么那么熟悉 不是那么熟悉 我也很用功啊 各位朋友 而且我的立场不会转来转气啊 我们有些人会转来转气啊 有些人跟我还蛮亲密的 每天就有一堆网友到脸书说 后到留言板说小董你又怎么不骂谁谁谁 我有时候都懒得骂 对不对 有时候是看破了算了 人各有志啊 父亲做什么 儿子不一定要跟着啊 陈明毅的儿子是民众党啊 陈明毅是国民党啊 你谁有办法去干嘛啊 对不对 本来就是啊 所以 父子都这样了 何况师父跟徒弟或什么 很多人每天讲东讲西 我听了就好笑 我没办法去保证谁谁谁 我跟很多官员非常熟悉 我没有办法去保证谁谁谁 绝不收红包 绝不怎么样 我只能保证我自己 因为我有没有我最清楚啊 我也没办法保证 譬如说你自己的兄弟姐妹或怎么样 你有办法去保证他怎么样 没办法保证啊 兄弟归兄弟姐妹归姐妹 父子归父子 不是本能啊 司法也不认账啊 你父亲 犯了错 被罢免被贪污 被解职 但是 和儿女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但是 毕竟不好看而已啊 但是我们看 在台湾 当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所有东西 最后归都归到政治 陈其毅 凭什么做这些事情 他是新潮流耶 他是集结的爱将 陈其当市长 陈其是当副市长的啊 所以这个分量一抬出来 他就当台湾的董事长了 各位看了吧 所以 你们其他人 台湾的长官是经济部 经济部长敢管他吗 经济部长你是小咖啊 我在当立委 我在当副市长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我在当立委 我在当高雄副市长你在哪里啊 你王美花在哪里 我告诉你在 你在智慧财产级当副市长 经济部下面有九大单位 有一个 有一个单位叫做智慧财产级 小小的 你才只是里面的副市长 你管得到我 你什么辈分啊 各位 所以 大家都是这样来啊 交通部长现在叫陈世凯 他只当过台中市议员 后来就漏选了 他跟杨宽仁选立委 被杨宽仁打败 后来赖金泽当 要选总统 找他去当发言人 发言人 当完以后就当行政院发言人 然后呢 然后现在当交通部长 他悲分很低吧 一看就知道了 连立委都没当过 也没干过什么首长 对不对 可是赖金泽喜欢他 好 那你有没有办法管交通部小片 下面九大国营市 你有没有办法管中华邮政 中华邮政 也是陈吉的副市长叫吴宏谋 吴宏谋 吴宏谋过去干过交通部长啊 在你前面的五届干过交通部长 你怎么管他 各位你讲吧 对不对 他们是这样来的啊 陈吉仲怎么去管中华卖蛋的 对不对 他没办法去管啊 那个量产会你怎么去管啊 你没办法管啊 因为他是你前任的龙委会主委 你原来是副主委 你原来是他手下 陈吉仲你原来是副主委 申主委 你前面那个人叫曹启庸 你怎么管 没办法管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这种公司很可怕 我们记得喝水 我们刚刚念到金明利 金明利 谢谢 台湾没有一个政党会卖台 台湾都好捞啊 是啊 对岸哪能那么好捞啊 没有错 台湾都被民党捞光了 大家可以看到 张文宁 谢文宁 他还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谢谢 然后杨峰 杨峰来了 谢谢 小伟部长最好笑 我不觉得好笑 他是故意的 小伟是想方设法 他以前是从国民党 在国民党里面什么都拿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对他好到这种地步 然后去投效民进党 每个党 的好处 他都有办法拿 他说他没办法解决黄牛票的问题 民进党 台湾最大的黄牛 最大的诈骗集团 简单讲 谢谢 谢谢杨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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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